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就是培养了陈文倩呢 还有什么女名人 呃 吕秀莲啊 我们的台湾是因为女领导 陈文倩 吕秀莲都是淑女 是 怎么讲 什么都不是 他们非常女强人的形象 对啊 但是这个他们所缺乏的集中的长在了又婷身上 所以我对台湾女中一直抱有一种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感 所以这次呢 我非常想当这个台湾女中的男教官呢 是吧 最近台湾闹了件事 是什么女中 进修女中 700名女生 齐刷刷的在操场上 要脱衣服 有男教官有什么 男老师都在 要检查什么呢 你们的内衣是什么颜色 哎 要不说跟我们北京车展相比啊 台湾的这个是太保守了 高中嘛 高中女孩子啊 然后进修女生我本身也是个教会学校 他是一直是在台湾 他之前都是这个校规特别严格 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个淑女吗 为什么 所以他就说他要检查什么呢 就说你女人这个内衣啊 你女学生这个内衣 必须是白色的 哎 为什么女人如果穿白内衣就算纯洁 穿黑内衣就算淫荡了 因为 那不是这样 是因为你他的衬衫 学校制服的衬衫是白色 白色比较透嘛 所以如果你穿了深色衣服 那你走在路上 很容易就看得出你里面的颜色 就像现在国泰航空的空间 他的制服是白色的 他们也规定他们的女空服员 不要穿深色的内衣 对 其实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或者是这是 省个人家老猜你3A 3B 对 而且用有爱观瞻嘛 不是有爱观瞻是不好看 所以呢这只是一种柔性的劝导 这还柔性啊 齐刷刷就拖 毕竟现在女生有女权的嘛 所以他们就说 女孩子 就是女学生就算犯规老师 也只是记个点 就是提醒你一下 但也不能真的把你退学会干嘛 你还挺支持这么干是吗 我支持啊 我觉得女学生本来就是你上课 对啊 坐穿白内衣 有什么 就不会这个颜色而已 你这连这上面都不能遵守呢 台湾好像这类的新闻 好几件了 之前也有过什么学校里边 都拒绝穿长裤还是怎么样的 对我以前学校那个裙子啊 为什么现在那么爱穿短裙 你就穿黑的啊 你就穿黑的 对我以前爱穿 为什么爱穿短裙 因为我以前学校的裙子 只能到膝盖 内地有吗 一定要过膝耶 天哪 我这么小一只过膝 那怎么可能上课 我就觉得 什么都看不见了 什么都看不见 过膝 进校门的时候过膝 一进校门之后 嘲嘲嘲把它卷起来 越来越短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我看这个事有意思啊 就是 内地网友和香港网友啊 他们呢 我发现就内地的小回蛋呢 和香港的小回蛋啊 虽然都坏啊 但是他这个角度和表达方式很不一样 你看 内地网友 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说什么 这么一检查 万一有人没穿内衣怎么办 我知道肯定有的 就700个女生 你看内地网友 就小回蛋 就想象 他说里边 万一查出那女的 没穿内裤 是吧 那怎么办 他不是内裤 他只是 上位罢 是不是 光查上边 当然 我以为全查了 你看 香港网友 明显就有点 还是受日本影响 还是他跟内地网友的表达不一样 香港网友就说啊 其实白色都可以好吸引的 你看香港网友 另一位香港网友说 好想去台湾做老师啊 香港网友是柔性一些 是吗 但反正这个 我不知道以前 其实我们在 拜托我念高中天啊 十多十年前有没有 十多年前 其实这个规定就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像最近 这么的明显的被反抗过 徐老师 今年还是前年有过一个事情 也是一个台湾的 我忘了是中学还什么 就是说他们拒绝 他们规定 他们一定要穿怎么样的长裤 结果学生就拒绝 结果他们全部都穿短裤 就是在操场上 后来那个九把刀 到那边去演讲 就当众脱裤嘛 脱裤就是身 人家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脱裤 你想一个男作家 跑到女校里边去脱裤 人家以为流氓 不是 他是 深远你们脱裤的权利 结果一脱红啊 很多人 九把刀其实红了蛮久了 但是在外面台台湾宝岛 外面被人知道是自脱裤事件史 然后现在才有那个年代一起追的女孩 原来九把刀也是一脱成名 一脱成名 跟我们文道 你知道文道以前脱你知道吗 真的吗 什么时候脱 文道在哪 总督府 哪个总督啊 就是港督啊 港督府 他社会的这个这个反抗运动啊 对 他们就到那边 我不知道 我因为有一个什么 什么程度呢 那我具体没看见 反正 文道 文道 别好意思 反正他们是属于这个叫奋青的一种反抗形式 这个这个这个非 这是非常勇敢的 你们不要挥挥啊 对对对对 我也有一次脱过 嗯 在哪 但是谈不上是脱啊 你女朋友家吗 那不是啊 那就没穿过 这个脱确实是马上赢 效果就不一样 我当年还不算脱了 是《强强三人行》节目的早期 有一个观众 是 不是 好像是医院里一个病友啊 是得了白血病啊 还是得了什么病啊 就给我写信 说 我不是老穿着衬衫吗 对 他说我好想穿到 看到你啊 你能不能穿个 这个 肌肉的这个样子 就说 你能不能光膀子 就穿着你那个背心 做一次节目啊 然后 我最后凯然的说 我说 我要有肌肉 我可以给你看 但是我实在是 只有乳房 没有肌肉 所以呢 我就穿了个 短袖的这么一个T恤 穿了一个那个 但就那样一下 大家 一时误以为 我都是好人 你知道吗 不以为到现在 就是你看 就是一拖 就赚人气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拖呀 从南到北 这是你就爱说到这个北京 我们北京车展 就开封 首都文兵办 批评 你知道吗 我注意到 首都文兵办 一批判 这些各大汽车商啊 马上就悔改 其实啊 没批判 他们也开始悔改了 因为他们发现呢 搞错了 就是说怎么 焦点错了 焦点错了 当这个情况 真发生的时候 未必是他们愿意见到的 你明白吗 就说没人买车了 就没人注意 到底车展了什么 这展什么女孩 比较重要 对对对 你知道 我发现啊 这个就说 这个幽默呀 有个规律 其中一种嘛 就是反者倒之动 都是这个反者说话 你看就好比原来 我们那个 这个三路 奶粉 我们就说呢 是不准往三路奶粉里 加牛奶 对对吧 好比说这个电视台呢 就说 不准在广告里 插播电视剧 是吧 这回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次肉展 你看车了吗 叫肉展 北京肉展 北京乳展 最绝的 你记得叫什么 我不知道 你没听说啊 我没听说 北京硅胶展 硅胶展 硅胶展 你得绕好几个弯子 你都明白硅胶啊 你没用过吗 他当然没有 你那么装傻呢 哪有女的 不知道硅胶的 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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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全身都是 硅胶展 你知道这个 这个谁吗 那个干露露 我永远不知道 他这信到底是读四个 干 你查过什么 我没查过 但是不能读第一声吧 这个出来怎么会读 只有干部的时候 才读第一声 干革命也读第一声 好 那看看干小姐 我这个人 没那么假倒雪啊 我认为他既然漏了 我们当然要看 对吧 就是 当然我们店 导演说不能 就打了马赛克 打了马赛克 就就 他也上 上场招摇啊 哎 这有意思 有网友 把这个命名为啊 羡慕嫉妒恨 这是其他车门 被他 被干小姐也吸引了 但是人家当然 未必是羡慕嫉妒恨啊 这么看一下 哎 你知道 关键是 一个是他 还有一个 这次出了风头的 叫个什么 叫做叫叫叫叫 叫做一个姓李的 叫 李颖之 李颖之 他呢 还还还还写微博 还写微博 你知道吗 他叫什么 风胸细腰 呃 长腿 然后你知道 这个微博呀 和直接和现场 和网友都联联系起来 是 哎 我觉得现在这女的可真是聊天都不像淑女了 是吧 网友说 你这照片是假的 是人造的 然后这个小李妹妹就就就就说呀 说 姐姐 我是 我 我是瘦啊 难道有胸就是假的吗 啊 就那意思 就是 我 我不是假的 他还很大方 就把这个衣服里垫的硅胶啊 瘦出来 拍出来 在微博拍出来 给网友看 而且还豪迈宣布 就跟那个立军令状似的 下午你们来看 说下午 我不带了 下午不带硅胶了 下午我真空上阵 大家 哈哈 这样这样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紧不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可为大事 靠的是始终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可靠承载重托 山东临工 就是说还有瘦瘦那个话题车膜也上场 就跟一个什么一个舞台似的 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伟娘 出来也蹭 就是说最后变成不是车的舞台了 是变成是他们的舞台 所以他们这些车商听说有的也挺后悔 就说是给了人家出台 不不不叫出台费 这叫什么费 演出 演出费 就给了人家演出费 最后倒成了人家的舞台 把人家炒作出名了 对 所以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价钱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 不是每个女孩 我觉得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孩 说的真经典 当然 每一个人都有个price 当然 但是你愿意用多少钱做到这件事情 那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子是值得的一件事 所以 你们爱看我就 这就是我天生的武器 那这就是女性立场 是吗 对啊 我觉得 当然我们可能对我来说 我觉得 这个不够 不够优雅 不够 不够典雅 但是 可能对她来说 这是她的一个出名的方法 对啊 如果她觉得这样对她来说 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的话 Why not 台湾有吧 台湾有 台湾有这个资讯展 但是台湾不敢 对 我说台湾有这种人吗 这种 台湾的资讯展也是有这样子啊 就是他们叫做卖电脑的 那电脑你知道到最后 需要有人来展示这个电脑 就全部请那种大学女孩子 穿超短裙 然后像那个拉拉队那样子的衣服 然后就是每天这样子展示 也是啊 很多男孩子去 我们就是吸引宅男嘛 因为宅男每天在家里面看电脑 他为了要去买电脑 还是去看女孩子 他就只有在这个机会上 所以所有人都会去拍 每年我们那时候做新闻 一定会有一条到两条新闻说 今年的车 这个就是资讯展的漂亮美少女是谁 永远女孩子在这个里面都是 冰狼 对 冰狼西施 冰狼西施啊 冰狼西施 冰狼西施都是以衣服啊 以衣服穿的少 吸引 是 这话说回来 这也是人跟动物的区别 嗯 怎么讲 动物都不穿了嘛 大家都不穿 其实没事的 要是人那群都不穿的话 没事的 没有那么多 可以吸引的那些事情 穿了也没事的 唯一的文明的需要 你说什么呢 没穿了也没穿了 大家都穿了一样的衣服 就不会注意衣服 嗯 对不对啊 就最多注意你的衣服好坏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效果 你到天体育场 或者是游泳池里边 大家都穿一样的泳装 你也不会特别注意 比方泳装的尺度 其实比他们都大 你去游泳池里就比他大 但是你不会那么眼睛亮 他也不会那么秀 也没有那么多人羡慕 都恨 所有的奥妙都在这过程当中 就在从穿跟不穿的 这个当中的尺寸里边 你知道 这些少穿衣服能出名 真是一个艺术啊 因为我听人讲过 有一个人说 就美国不是跳钢管舞的 那些女的吗 他们据说有钢管舞的女的 他就非常想不通 那个有一个电影 叫Basic Incident 这个怎么 就 那个 San Stone 有一个电影 本能 他不是一个电影里面 他们把个脚 一跨 你记得吗 对对对 你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有没有穿 这么一跨 据说在美国 他那个跳钢管舞的这些 他们到后来会全裸的嘛 对 他们就非常想不通 这个世界游戏规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 你们男人不就是要看这个吗 我整天在那里表演 没什么人看 San Stone这么一跨 不得了啊 后来连LV都叫他设计 他就红得不得了 你知道他演技怎么样 你看这个就是 他就不理解这个文明的奥妙 就在 你整天不穿 没人看 你整天穿了也没人看 就这么一闪 这个San Stone 这是个最典型的 谁都看不清楚 后来很多人买碟 慢放 慢放 还是放不清楚 有人 我有个哥们说 看清楚了 就像他确实没穿那裤 真的吗 商量是通 人还不是盖的 就是说真的 就是说定格 看见了 但是我们还会讲回来 那你讲Payboy啊 很多东西 他就完全在那里 那并不吃香 那些人赚不到多钱 不见得出名 不见得出名 咱安慰弱势群体 全国有多少弱势 现在说法叫失足妇女 是吧 新工作者 他们付出的代价 要比这些车谋上的人 要彻底的多 大的多 赚的钱还没有他们多 所以你看 这奥尔苗到底在哪里 奥尔苗在于哪 场合很重要 对吧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妓女 你在卖银的床上 你不管怎么弄 你也只是那点价钱 本分 这就是要你说的本分 可是你要敢这样 上广场上去 那就进官局了 是吧 那个代价又不一样 对对对 你别乱哭 是不是你说的做本分 做好了都没人赞扬 一月季 那就是跨越你的本分 比方做车模拟就穿得漂亮就行了吗 可是他路一点就那么一跨越 这个事情大家就 好 那这么一红了以后 那接下来呢 大家现在都没有那种持续的感觉 就是我只要 你在担心他可持续发展是吧 对你的持续发展是什么 就这么一刹那 人家说你拖很简单啊 这么一念之间 但你要怎么穿回来 人家还要爱你啊 哎呀 这个时候以后有穿回来的 不是大家都很尊重吗 是啊 所以那他花了多少的 其他的机会跟努力 他才有可能 他本来穿没人注意 自从他拖过以后 他重新穿回来 人家就开始注意了 然后他那时候讲很多道德了 没错 而且你不要小看 甘小姐的这个感受 我觉得呢 就是他自己说 他就说嘛 他说我觉得出名挺好的 他说自打我出名之后 我你注意他这句名言啊 他说我走到哪里 人家都尊重我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他说的也是对的 为什么 好比说日本AV女优 苍景空 好比说那个凤姐 对吧 你说你瞧不起他啊 但是这个人是出了名吧 他真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笑你是背后笑他 你当面见到他 谁不尊重 当然客客气气的 也会尊重 所以你明白吗 就是而且呢 对于一个过去挣不着钱的人来说 他有有 只要有点这个看重 你比如说 苍景空 在中国大陆 上上舞台走秀 不脱衣服赚的钱 可比他演个AV赚钱还多了 对 你说这是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呢 是中国的问题呢 还是全世界的问题 这我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你只要出名 但问有名 就有前生 中国的 全世界都有 中国更严重 在中国我们讲过 你一定要 不能是nobody 你就怎么样 你就要做个名人 就普通人是很难过日子的 对 只要你有名 女性也一样 就算是你 做这一行的女性也是一样 只要你出名 事情就好办 你知道 就好不讲 这个名啊 出到哪一种程度 哪怕这个 这个企业 他要搞这个活动 他就是想巨人 那天咱们就讲到 中国人呢 包括这个车展 你也觉得很奇怪 就我们觉得人多了 买不买车是次要的 场面热闹 就好像代表某种成功 所以有些企业就是说 他来的能招人啊 哪怕是开笑话 他来了 大家都来了 吸引人就来了 可是你知道 你像 比如说有的明星 可能一百万才肯去 可是对于这些 出身贫寒的 这些女孩子来说 你给她五千块钱 你说这赚钱不赚钱 给她一万块钱 哪值啊 现在甘露露的出场费 肯定不值了 对啊 他可能都比我高了 但现在 但现在就是说 这个过程下来 这样听完 好像大家鼓励女孩子 怎么做 不是鼓励 我们在分析 这个社会现象 对对对 凡是存在 都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 而这个合理性 不一定是理性的 但是它存在 不用 不用鼓励 不用鼓励 已经很多人 跃跃欲试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科技 改变生活 改变世界 科技全国 超乎想象 代理通常为 知识 先行者 日历科技 无限 星期日 凤凰卫视 中央台 时间再前进 凤凰卫视 记者 身处不同时区 注视 统一新闻事件 交演结构 深度探讨 每周一小时 以精确的时效 环球性的眼光 换算世界大事 环球直播室 星期日 凤凰卫视 中央台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船长千年 酿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囊 这个又婷 我想问你 作为一个中国女孩子 你对裸露的这个 这个观 你觉得是怎么过的 就是说要让你 裸到一个程度 我的意思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 说真的 因为你知道 就是 所以我刚才说 一个每个女孩子 你不要女孩 就每个人都有个价钱 就是那个价钱在哪 很多人都说 我们做这一行 很多潜规则 说演员 主持人 大家都说 你说有没有 我说每一行都有 那就是说 如果以前你会说 就用道德批判 他凭什么 可能就跟谁谁谁 怎样了 他就可以做 为什么就可以做到 比我更高的位置 或者就有更多的 出境机会什么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做不到那样 如果我做不到那样 那我凭什么说人家 就是他做了 如果你跟他一样 都去赔了 然后你做不到 那你还可以 在那边批评一下 但我说他愿意 用那个方式 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的教育或什么 我做不到 那做不到 你就别 别说人家 可以爬得比你高 因为你做不到 你都做不到 他做了比你 更多的牺牲了 那你要 那你要说什么呢 所以我说 我们在外面 说人家什么潜贵 他所遭遇到 例如他用这个方法上去 他是不是可以 位置坐得久 他对他自己的能力上 他有没有心虚什么 他有太多的一些 其他的牺牲 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既然做不到 那这是他的price 这是他的价钱 跟我们男的一样 我们之间聊天 也在说 这年头 脸皮厚的就成功 不要脸的就成功 不要脸的就赚钱 你做不做得到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没什么才能不才能 有些事我去做 这钱就是我的 但是呢 我脸皮薄 我不能去做 眼看着他脸皮厚 他做到了 我还羡慕嫉妒恨 但是你让我自己做 我还真不敢 你要不要橘高花腰 你为五斗米折腰到多弯 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 所以应该也是个好处 就是很多元化 你用任何方式 只要你愿意 或许他都可以赚到钱 就怕你愿意都还挣不到 那可能大家才可以在那边 讨论 认为自己是做出牺牲 然后获得一些利益 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吃亏 最快乐的那些人是 他不觉得在牺牲 他本身还享受这个快感 他本来就喜欢这样 他冲凉的时候 就喜欢有人看 那现在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你知道本质上 我为什么刚才讲动物 其实人穿衣服 跟动物是一个道理 动物的皮毛 就是接近于自然的颜色 就他是怎么捕食的 慢慢他的皮毛 就进化到什么 人穿衣服 实际上有个大原则 就是合群 大学生大家穿牛仔裤 也不会穿西装 你上班了 你就大家穿西装 那么你到游泳池里 大家穿泳装 合群是穿衣服的最高原则 那些人呢 他能够跳海 他就在跟着下来 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